地下到一旁護欄晒了一整排白毛巾 一眼望過去至少好幾十條 不少民眾路過看了也整個傻眼 看看這護欄下方就有不少車輛來來往往 萬一風一吹毛巾飄落 隨時可能擋住駕駛視線造成車禍 有民眾看不下去報警 這時一旁飯店員工趕緊衝出來 把毛巾給通通收走 不然他們還會來收啊 因為人家都跟我說還沒那麼好 你不會覺得這樣 沒安全也沒衛生嘛 誇張情形就發生在宜蘭羅東火車站附近 一旁飯店業者也坦承 平常就是在這裡曬毛巾 還有附近的腳踏車行有樣學樣 把零件螺絲車鏈 通通給擺在護欄上亮曬 等候風吹如果落下 看到遠景上門 腳踏車店業者才心不甘情不願 勉強同意收起來 只是在看看這成堆秀石的零件 萬一真的砸到人發生連環車禍 恐怕後悔也來不及 記者林醫生廖一致以南報導